人行推組合權政策 中央政治局開會提出要令樓市指跌回升 港股、A股一舉成為全球最強股市 港股單日成交上週五達到4457億 打破2021年的紀錄 星期一更加首次突破5000億 港交所9月股價率升36% 港股是否10年後再開啟大時代? 報成最新分析報告就提出5個原因 為何認為今次港交所升幅 並不是2021年的虛火 首先中國股市總市值佔GDP的比例 處於週期低位 這個在下行週期中是小限的現象 第二香港實質利率由近20年的高位回落 對於股市交投是正面因素 第三香港新股市場正處於近年低位 和2021年處於高峰不同 而新股暢往程度和市場估值有正向關係 第四和第五個原因就更多關於港交所的公司因素 包括旗下AME的收入增長30%至40% 和市場對港交所每股營利預測 相對於指數平均的日價有所回落 高盛最新比港交所的目標價是318元 和現價已經相當接近 後續是否有力繼續上 就要看成交是否可以持續在新高 港股是否像2015年那樣進入大時代 就要對比一下前後10年的變化 2014年 顧港通開通 初期表現對大市的刺激有限 人行11月宣布要將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下調0.25厘 同期貸款利率降0.4厘 啟動性一輪的風中環境 上證指數8個月間累積1.11倍 市場分析 除了央行放水 場外配資、孖展融資才是真正的主力 市場曾經估計 各類影資銀行槓桿入市的資金達到萬億元計 看回現在 銀行宣布推出創新的互換便利措施 給券商、基金和保險公司 利用債券、股票ETF 互心300成份股的資產 換入央行國債和央票 再將資金重投股市 初步規模達到5000億 但最終規模會有多少 和操作細緻是怎樣 是各大投資者最關注的題目